現在目前就是在我們金車威士忌酒廠的園區裡面 這一棟建築物就是我們的酒保 那因為威士忌本來就是從國外來的一個產物 那我們特地把歐式的風格的建築物 然後移來台灣然後因地制宜 配合宜蘭當地的一些文化特色 譬如說我們有它的一些尖塔還有一些園頂 然後我們在融合宜蘭當地比較潮濕容易下雨 所以我們做了迴廊可以讓遊客來比喻 所以我們把這些特色結合在我們的酒保裡面 遊客一開始來到我們的會議中心了解企業文化的特色之外 然後他們會來到我們的酒廠參觀步道去參觀 瞭解我們威士忌製造的一個過程 然後瞭解完了之後呢 會從酒保一樓進來 一樓進來就可以直接去免費評議我們的格馬蘭威士忌 那二樓是我們的博蘭咖啡館 所以喝完我們的威士忌以外 他們可以在遊客中心去採購他們喜歡的商品 然後有多的時間可以在二樓博蘭咖啡館享用我們的博蘭咖啡 宇蘭跟蘇格蘭相比的話 宇蘭其實有某方面還蠻像蘇格蘭的氣候 因為它也比較潮濕 天氣也比較冷一點點 那遊客來到這邊的話 也可以比較感受一下就是酒廠的風情 因為台灣沒有這樣子的酒廠 也是全台第一座 那大家可能不會花了大錢去蘇格蘭或是其他地方去參觀酒廠 那金車特地把這樣子的東西移來台灣、宜蘭 也是希望多一個機會讓消費者更能夠直接的了解威士忌的文化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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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